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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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身边的所谓的上书 中书 侍郎 内阁的一些 内朝的一些官员 这些服侍人员 他的侍从人员 秘书人员 那么由于他们递进皇帝 国家最高权力的中心 感染到了权力 那么假借皇权 逐渐地形成 一种未尊权重的官僚机构 但是一旦这些机构 有了正式的身份 逐渐地发育成了正式的机构之后 他们又远离了皇权 被新的掌握实权的这种进程 非正式的 这个 决策机构所取代 形成这样一个波纹式的 波浪式的这种循环发生过程 这个最早是由日本的学者 一些研究中国的法制制度的学者所提出来的 所以这个解释还是从总的趋势上 还是很有解释力的 整个的国家机构 整个的国家机构 就由皇权为中心 总是从他的身边分立 发育出来一些 那么这个 一些机构 一些官职 他呢取得实权 然后呢一旦成长 一旦这个机构成为正式的机构 他的这个权力呢 反而变小了 所以呢 这个我们会看到第二个现象 就是呢 这些机构在皇帝身边的机构 官职 他呢越没有正式的身份 越隐蔽 他往往越有实权 反过来说 一旦他这个外形发育很成熟 机构非常正式 又往往失去了权力 远离了权力的中心 第三个从结果上看 那么围绕了皇权 层层繁衍发生的这些机构 由于呢 他们是在一个自发的 这个过程中间 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里面 我们说了 它是一个呢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是往往没被注意的 这个自发的过程 往往有一些偶然的事件 逐渐的演变 比如我们说 在某一天 忽然皇帝需要哪个机构去办事 它开始只是个案 慢慢慢慢逐渐成为制度 所以呢 这些机构呢 由于在演变的过程中间 它是 叫做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 非常的微小的事物 往往不被人觉察 逐渐的逐渐的 这个 成为一个重大的制度变化 变革 所以就会造成 因为它不是人设计的 对吧 它不是人为的设计的 不是在 在大家 席言不察的过程中间 悄悄地发生的 所以呢 会造成 这种机构的 重复繁衍 然后就说新的机构产生了 但是旧的机构 仍然存在 造成这种机构的重复繁衍 所以 叠床 嫁屋 对不对 那么很多机构 慢慢地蜕变成一种呢 非常 尊荣的 容易头衔 容易地观止 可是它还保留 那么这个 当然这伺服 是不是从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 我一开始一直在讲的 我们中国人呢 对于正式的制度设计 不是太关注 正式的制度创新的问题 这方面的意思 是不是 因为呢 你比如说这个中间 当我们说到前面这个结论的时候 那么可以挑战我前面这个结论的是什么呢 比如在每一个王朝开始的时候 在一个王朝开创之初 它应该是有可能 重新调整规章之 但是没有 你比如说 在这个 至少在宋代 在北宋 赵光印建立北宋 重前的时候 那么他从唐朝继承的这些 几套复杂重叠的班子 为什么没有去调整 没有去调整 那么一直要等到 明朝 这个北宋中起 宋 神宗时期 在进行所谓的原封改制 才想要调整这些机构 而且这是认为才忽然醒过来 好像这是唐朝的 唐朝末年的乱政 所以 中国的这样的这个 以皇权为中心 这样一个机构演变的过程 这样一个规律 造成机构的所谓的 从疊疮价物 重复繁衍 旧的未去 新的又来 那么第四点 那么透过这样的这个 机构的重叠繁衍 这样一种自发的 生成演变的过程 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看出 这几点 是什么东西造成 它的重复繁衍 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然 最直接的 就是专制政治下面 在人质的 这样的条件下面 皇帝的个人意志 皇权的 加强皇权的需要 和这个官僚组织 这种常规划的 官僚组织之间的 这种摩擦 冲突 为了限制 为了破坏 这种官僚组织的 形成的常规划权力 或者自主性 那么皇帝 他呢 有意地牵制 有意地分割 这种宰相权力 以宰相为代表的 官僚组织的权力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一个非常值得 值得思考的问题 或者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是 无意识的 有的时候是有意识的 有些情况下面 比如我们前面讲 这个东汉光武帝时期 那么故意地会把一些权力 交给 不交给这个外庭的大臣 那么故意地交给他身边的人 是吧 那么又比如在宋代的 这个宰相制度里边 那么有意识地采取 分割的办法 签制 设置很多官职 这就是说 用这个黄宗熙 他的话讲 在这个专制制度时期 他呢 以一个人而治理天象 用一个人来治天象 这就是用一人而移一人 设一官 再设一官 用一人移一人 用了这个人呢 害怕这个人 去盗窃他的家当 是吧 那怎么办呢 再派一个人去防范他 用一人则移一人 用一人则防一人 这样层层设法的结果 就导致机构不断地发现 这有时候是一个有意义的动作 当然也有时候 黄宗熙本身是无意 本身 他就是一个人质的 是一个非常任意 随意性的这样一个治理 皇帝有时候 个人的意志 个人的任性 一种甚至是无意识的 因为他是不受约束的权利 也会形成惯例 是吧 一些下意识的动作 一些无意识的东西 也可能 本来在他可能没什么 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里 也同样这样的 一个领导人本来无意中 说的一句话 结果可能外边的人不知道 形成一场运动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 所以这就是 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 这个体制下面 领导人个人的可能 非常 尤其是当他的政治人物的晚年 他掌握了巨大权利 但是当他的晚年 他的无意识的一些动作 会引起一些制度的变化 引起一些政治运动 所以呢 这样的都会造成 专制的皇权 这个专制的权利 对常规化的官僚组织 尤其是以宰相机构 为代表的官僚组织 他的一种破坏 一种冲击 冲击 所以呢 这个 我后面还会讲 这个 我前面那个也提到过 这个教魂 非常生动的 这位美国学者 他非常生动的 从一个小事 从一个个案 生动的揭示了 展示了 那么这个复杂的背景下 皇权 皇帝 是怎么样担心 害怕 官僚组织的权利 常规化 一旦常规化以后 那么对皇权 就是一个制约 淡化 所以呢 他要不断地 制造冲突和危机 制造事端 挑战这种 破坏这种 常规化的权利 所以我们说 在这点上 专制制度 一方面 专制的君主 一方面是 言言出法随 故来那是制度创造者 专制制度 是制度的 法律的创制者 但同时 它必然也是 法律的破坏者 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 也讨论 中国的古代的反腐 腐败倡量的问题 那么这个反腐败 是专制君主的需要 但是呢 纵容腐败 挑战破坏制度 也是专制下的人质的需要 所以呢 有时候需要鼓励腐败 需要奖励腐败 有时候制定法律 有时候同时要破坏法律 这就是专制政治 它本身人质的特点 它的非理性 它的反复无常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点 结合起来 才能看到专制政治 一个没有民主 没有法治的政治 它的特点 我们过去讲课 过去一些学者写文章 往往抓住了一点 我们必须看到这两点 你可以看到它很 你看到在中国历史上 你可以找到很多皇帝 很守法 很遵守规章制度的行为 但是你也会同时看到 它的破坏法律 那么它制造这种 稳乱 制造这种行政程序的稳乱 乃至于制造政治危机 制造案件 有意的制造案件 或者借题 扒挥 制造危机 所以这个 那么这里面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专制制度下面 那么 个人的极权和统治效率之间 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 一方面 我后面还要专门讲这个问题 一方面呢 它需要统治效率 需要统治效率 就需要分权 就一定任何权力 要实现的话 它必然借助于其他的权力 要把权力分给下属 但是呢 分了权以后呢 它又害怕失去此家当 所以呢 它既要分权 实现它的统治效率 但是呢 又害怕 那么它的统治基础受到动摇 所以专制的权力 基本上就在这个矛盾过程中运行 给你了 但是不放心 层层跟踪 层层牵制 所以呢 它呢 在维护这个专制 这个家天下 私天下的这个目标 和实现统治效率 这个目标之间 两者永远存在着矛盾 不可克服 无法整合 不能说既要效率 又要这个实现家天下的目标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面 统治的效率 我们可以进而言之 统治的效益 那是次要的 那么压倒一些是如何维护自己权力 那么效率才是射要的 所以说我们 这就是导致一个 我们分析官僚组织 分析政治制度一个问题 在一个不能够充分开放的 权力不能够受到约束的 这样的政治体制下面 向他要效率 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麻烦 就很面临 或者说这个问题本身就面临了困境 在一个专制制度下面 谈效率谈效益 这个问题呢 多少有点伪命题的味道 因为呢 这个在大幕庭院是宁愿不要牺牲效率 牺牲效益 不惜代价 要维护权力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古今中外 那么可以说是 都是一理的 这是这个 我们说这个 最 我们分析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 它在最直接的 这里面就可以看出人 人的意志和结构和制度之间的关系 是吧 人 个人的意志 尤其是处在这个权力中心的皇权 它的活动 确实会引发制度的变迁 重大的制度变化 当然也 我们说 也不能回避 这种环境的压力 环境的压力 这个 在有时候 形势比人强 对吧 有时候为了实现 那么当前的压倒一切的任务 有时候会要为了迁就环境 那么制度也会变迁 也会变迁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说 这个 专制制度下面的 这些基本的困境 体系 政治体系和环境之间 它要不断地调整 体系要不断地适应环境 在环境的压力下面 不断地变迁 那 那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